中边就吃亏,贱边就挨揍 这就是贱可爷高的地方 交给于恒这等招 谁拿于恒看也是他挨揍 那种你俩手往杜三一哥也没门户,也没架门 我这过去拍这一拳,留着招呢 你要动我好动啊,他不动,静等挨揍 眼看这拳头 这骨头面都快挨着他眼眶子,这扒一下就无样轻了 不知道顺点出了一只手把自己打出去的 这就是于恒厉害的地方 所以老道给他交这能力 先要让他练这胆量,不能爬也打 一再交给他,天天我跟你过操,看见没有 这么宽的钢板子打在你脑袋上都给打折了 你都不怕 这么憨的沙漠味,帮一下这沙膏就折了 你身上都没伤,你不怕打 死管让别人打,咱不能真打上 眼看这人胳膊到跟前了 拳风凌面不许你动 非得等这拳风过去 他这真正的拳到那 孵着一下这股气过去了 你才能还手呢 而且眼要贼,打哪是哪 眼要贼,步要随,吸要闻,手要准,打上要狠 于恒这一辈子跟人动手,见面就一下 比他能力大多少,吃他的费,啪一下就出去 出去就爬不起来 这就是于恒厉害的地方 眼要贼,你要看得见他 知道他哪儿落着空子,他打你你甭管,因为他打不着你 胳膊都一边敞,你打他他就打不着你了 但不要随,打拳打的是不掩 交拳不交不 到老没师傅 你要想,教人家打拳 必须先交不乏 还是这句话,胳膊都一边敞 怎么我就打上你了 你就出去了呢 两个人最了这么站着,好比这话筒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人 他要打我 坐着,您看他站我这儿了 我必然已经出去了 坐着,您看我站他这儿 我们俩对着后,装备一拳 我得上步,他才能出去呢 我要想摔跤也是 我要想摔他,我得先上我这条腿 别住他这条腿,他这人才能出去 所以打架,您要听明白了 两个人对脸站着 只要这两个位置一变 这个人站在这人位置上 这人必败 这人要站在这人位置上,这人必败 就是西方拳法拳击也是 两个拉开架门之后 为什么都游动 就是说画自己的范围 坐在这范围越画越大 您看有一个人主动的追的内打 那就不成了 这就是打架的奥秘 你要想我这么胖跟人打架 没有人灵活呀 怎么办呢 这人站在这儿 我要想站在他那儿 胖人我说的这事,瘦人没用 我教您各位怎么打架 你上面跟他忙活着 下面一踩着脚面 让你往他身上走 他准他一下 口味一回没试过 我就跟他们一说就得了 教于衡等着啊 广队就练了好几个月 一直把于衡练到这儿 真得说 金刃披风干刀临电 于衡连眼都不眨一下 于衡练一辈子有几句 您往后听 插海金牛于衡于果园 怎么他能够帮着同林 兴一家门户别开天地另闯前婚 说一傻小子 他怎么能行 就因为这道书里 他能耐太大 他有好几样绝技 别人比不了 光等着不行 还得还招 练完等着练还招 就是教给他这几句 眼要贼 步要随 心要闻 手要整 打伤要狠 把这所有都交全了 老倒霉的交了 为什么 他的资质就到这 余衡预保员练到这份上 足可自保了 那么你要在淮安府 瓢木合胖瓢这 苦练武功 我有事 老师 你有什么事 你有一家师兄 兴同名林 自表海川 自下山以后 购奔京城 我得看看你的师兄去 看你的师兄怎么样 我让你找他去 为师我走 多则一月 少则二十天 我就回来 那老师弟子有一事 得跟您商量 你说 您走这一个月 我这馒头怎么办呢 老道一琢磨也对 给他钱 怕他浪费 他不懂得花钱 不如给他买馒头 干脆 我把三十天的口粮 给他买出来 一天两顿五十个馒头 十天是五百 一个月是一千五百个馒头 上馒头部找馒头掌柜去 半斤一个 我盯一千五百馒头 掌柜这一听 这怎么这是 谁要还这馒头院 上庙里跟老道说了 您这要开斋 要舍不是舍 我跟您说 我有个徒弟 大肚子汉 一顿吃二十五个馒头 这一千五百个馒头 是他三十天的口粮 我要是把钱给你 你能按键给他 送到庙里去吗 馒头部掌柜 你一听什么庙 就是嫖母河畔 嫖母慈 哦 谁 下河摸鱼的傻小子 于衡 于衡 于衡宝员是我徒弟 哦 我说这些日子 没看见傻小子 赶紧在庙里 跟您用功打 得了 道爷 您走 您的您放心 我们绝不能黑您的钱 每天五十个馒头 干脆我订点 给送的嫖母慈 就行不行 那好吧 只要您能坐到这 无良所频道 我这先给您道谢 把一千五百个馒头钱 提前给了馒头部掌柜的 回来再交代于衡 跟于衡 于衡员说 老师 我可就走了 每天 早晨起来 有人给你送馒头 你这工作可不许撂下 要是撂下 一天回来 我一检查作业 说你这工作退步了 没涨去 咱们师徒啊 可就算缘分尽了 我也不教了 你也不小了 以后就没人管馒头了 傻小子实心眼啊 打老师走了 每天练 清晨请来 也盼着馒头部掌柜的来 馒头部掌柜的来 真不含糊 每天 给送馒头来 送来五十个 傻小子 吃饭不知鸡饱 五十个全吃了 晚上可就要挨饿 馒头部掌柜的意思 咋么 干脆我辛苦辛苦 一天多跑一趟 我要为顾了他 我每天多送五十个馒头 我赔不起啊 这一个月 一千五百个半斤 一个大馒头 老道就给了一半钱 要出三千个馒头 我又出不起 我多跑一趟 两 二十五个 我给他多送一趟 每天跑两趟 早晨二十五 晚上二十五 每天有人盯着送饭 他还真用功 那么老道上哪了 老道勾奔北京城 赶紧哥俩 一个在交徒弟 一个在北京 密切关注 关注谁 关注着同林 自从同林下山 敢打铁边雷春 风雪入京师 怎么到的 霸县同学桌 怎么回的家 怎么风雪入的京师 怎么进的背的虎 霍虎站的乌小 地坛会的二侠 哪一样 都落在老温师 建可言的眼中 现在上道爷到了北京 见着何道爷 老哥俩一品查 同林这个人秀 确实不辱墨师们 确实的是个好孩子 把自己这边 娇的小徒弟 于恒的情况 跟何德爷一说 何德爷说 那好吧 这回你再回去 就能让那孩子 进北京 因为同海川 已然身落在 贝勒浦当了教师爷了 不能再让于恒啊 跟着你那受苦了 到北京 要跟着师哥同林 吃着喝着穿着带着 使着用着铺着盖着 可就全都比原先强了 贝勒浦有的事前 甭说一天二十五个馒头 一天二十五头牛 管得起他 上了爷一听 那行吧 我回去告诉那孩子 星夜间城 回到淮安 到淮安 整最后一天 要暗暗的观察 傻小子 进入朴姆斯那一看 傻小子坐在朴姆斯正面上 眼前摆着二十五个馒头 看着这二十五个馒头发乐 这二十五个要吃的 明天老师不回来可怎么办 早晨那二十五个已经下去了 这是最后二十五个 馒头啊馒头 师父啊师父 师父啊师父 馒头啊馒头 馒头师父 师父馒头 打到一听我出去嘛 这就叫练了宗了 苦心八业的把你给培育成人 教你这么大的绝学 只能你打人不能人打你 一身横量等着的功夫 现在我落个馒头师父 徒儿我回来了 哎哟 余鹏一看 嘿老师 太好了 您真低等 啊 讲信誉 您说三十天回来准回来 我不回来我就成馒头师父了 您回来我可就不客气 伸手抓馒头别忙 先练练我看看 这一个月的能备料下没有 从伪托手里都把这杵接过来 这杵可也不是石刀的 这杵也是木头 上面当初刷的金漆 金漆满脏小人给夸了几 就剩这木头棒子 就拿这个作笔成样 这么一给老师练这杵 把杵料下又打着鼻掌巴士拳 这个委托捧鼠达摩巴士 兵刃拳脚都好 早到一看心里高兴 别看傻 这功夫可真不错 好 吃饭了 吃完这顿 老师可就不管了 余衡眼泪下来了 老师您教我 我还没小够呢 你是没小够啊 是没吃够 你吃的老师不善 打劲起不吃馒头 那吃什么 比馒头好的是 窝头 有八个 比馒头好的是肉包子 肉包子 还有比肉包子好吃的东西 不能 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肉包子 那你就吃过肉包子 你没吃过比肉包子 再好的东西 似乎你下河沫的那鱼 都比肉包子好吃 对 我小时是吃过鱼来的 后来我下河再摸鱼 我就不吃鱼了 那鱼都换了钱 买了馒头了 就是啊 跟你这么说 我有一个徒弟 你的师哥 姓同名林 自表海川 在北京 背了府里面 当小师爷 我咋子 我咋的让你帮着你哥哥 别开田地 另创 乾坤 自立间 门户 你要是到了你师哥那儿 可就不吃馒头了 那吃的喝的用的 都比我这儿强制百千万倍 好 那我找师哥去 你师哥叫什么呀 刚跟说什么来的 你想想 我忘了 哎呀 老刀一琢磨 再跟他说八百六十遍 没用 一看 朴姆慈隔阉上 有铜和叶 老刀一伸手 把铜和叶 给掰下来的 这是什么呀 这人的 这是和叶 它是什么呢 铜子 你把这个揣在兜里头 坐在你 一想不起师哥叫什么来了 你就把这铜和叶 顺兜里掏出来 你一琢磨 它是铜的 就想起师哥姓铜来了 那师哥叫铜什么呀 树木森林的林 你往外边看 顺着老道手一指 瓢木河畔有小树林 看见树林子没有 拿着铜和叶 看着树林子 可就想起来师哥 叫铜林来了 哎 这好 这我记得住 把这铜和叶 穿起来了 师父 我叫什么呀 老道 不抬杠 我不是和尚 可不是老道 天下的老道都叫老道 师父也是老道之一 但师父是老道 不叫老道 师父叫什么呀 我姓上 叫上道明 哦 上道明 记得住 记不住 我叫谈笑轻居 无鸡子 哦 你叫无鸡子啊 爱怎么记 怎么记 你要平常拿几个鸡蛋 鸡蛋要吃了 就没有鸡蛋了 那鸡子就没了 无鸡子你就想起来了 好了 傻小子就这么记老师的名字 那么我师哥在哪啊 我把你领上阳关大道 顺着阳关大道一直奔北 见人打听北京城在哪 到了北京 你就打听贝勒福 四贝勒福有个童教师 那就是你师哥 另外我给你盘费钱 说着话 老道把自己积攒的碎银子 交给于恒 半道还好买这个馒头吃 于恒跟老师跟前 眼泪汪汪 人俩有感情 别看 啊 于恒傻小子 师徒情深 那么咱们人俩多能再见着呢 自有你我师徒再见之日啊 帮着你师哥好好干 师父在暗中观察于你 哪一步走的不对 师父可不让 自此以后 你可听你师哥的管教 那错不了 师徒两个人在嫖母词 用罢了晚饭 天亮 于恒再找上道爷 踪迹不见 谭笑清居 无极子 老将爷上道明 自有他的去向 但是说这于恒 没有什么东西 一人吃饱了 全家不误 拿着老师 给他这个钱 一低头 哟 老师给留东去了 就在嫖母词 公案之上有个包袱 把包袱打开了 自己齐整整 一身衣裳 土黄布的护罐 左大尖 寸排骨的扭头 大洒鞋 另外有个double double里黄灯灯 沉甸甸 这么一条 祥国金土 这条 储拿在手里的 鸭首有份量 他就是于恒 使得正合适 上乘 就有47斤半 这条 储有份量 一般人哪 抡得动 40多斤 小50斤的一条 储啊 于恒有能 把这储 搁到double里头 露一大黄 搭着 谁也不知 是什么东西 换上这身衣裳 砸着钱 顺朴木寺出来了 走半道饿了 关到一只奔北 找卖馒头的 买馒头的 买馒头 馒头不掌柜的 一看 要多少 25个 把25个馒头端出来 于恒一瞪眼 不对 你给小份领 谁给小份领 二两一个大馒头啊 我吃的不是这 您吃的馒头 半斤一个 天铁有卖这路馒头呢 我们瓢木河就卖这路馒头 您要要您得加钱 我给钱 25 半斤一个 那么 这二两一个的您多吃啊 您吃够那么大份量不行 不成 我吃不够 我的定量就是25个馒头 吃多少我都不饱 老师就让吃25个馒头 好吧 把这端回去 从给它和面 从给它蒸 他在这梯旁边等着 掀开梯 他可不怕烫 半斤一个大馒头 拿起就吃 掌柜的一看 这25要吃完了 你要不给钱 怎么办呢 哎呀 我大哥的大哥的 慢点吃 我这25个馒头 你得给钱呢 废话 吃中有不给钱呢 把银子拿出来 这块银子就有一千多 掌柜离开 就说半斤一个的大馒头 25个也花不了一千多的银子 您这银子用不了 别看您 给的真不少 我这儿啊 还不好找您 咱们俩办法 要么您 照着这银子条 多买馒头 那我不吃凉的吗 带着半袋您吃 我爱吃热的 那么 我就得给您换零钱去 不用换 存着你这儿也行 剩下的馒头我再来吃 那也可以 馒头掌柜的收完钱 25个大馒头 一会儿吃完了 站起往北走 走到晚上 饿了 找卖馒头的 买馒头 要多少 25个 一端端的 给小份量 这份量不小 二两一个 不对 我吃半斤一个的 半斤一个 哪儿能卖的 我就吃半斤一个 好了 开店不怕大堆汉 炫给您活面 炫给您蒸 25个大馒头 蒸得了 余恒坐这吃 吃您得给钱呢 当然得给钱 拿出一块银子这儿 不到2分银子 掌柜一看不够啊 二分银子您吃我二十五个大馒头那行 早晨还存你这钱了呢 早晨您多的那我这存钱了 早晨我吃了半斤一个二十五个大馒头给一千多银子 那馒头部掌柜的说了 哪馒头部掌柜的 上一段那馒头部 合着我们天下卖馒头全连锁上的 那也没得人开发货票 就算我们连着号呢 谁知您跟那花多少钱呢 您那吃您的这吃这这两码事 哎呦两码事 您那把我这给完了 您回去找他要那找钱去 不成那不往南走了 要找师哥 你谁说我同和验拿出来 要找师哥 得一直万北走 那你要万北走 叫他走不多远呢 您这么吃饭哪行啊 跟那存钱上我这吃来 那我要吃了 不给钱呢 不给钱我惹不起您 为了二十几个馒头钱 您这么大个子 好家伙 干您揍我一顿我也不值 但是有跟您置气的 大个子我说 您俩馒头没关系 您可得想明白了 您那钱得颠沛着花 走我谢谢你 吃完了给完钱 他往下走 您琢磨这么花钱买饭吃 那他这钱能够花吗 道爷给的这钱呢 真是算计的给的 因为道爷没钱 一天二十五个大馒头 他这多花点 那少花点 人家跟他一说 他不好意思打架 还得给人钱 可走到太湖边的 他一言就没钱了 这头天就没吃张饭 您别瞅 余恒 自幼娇生惯养 是个少爷秧子 小这么大能带老师管饭 可不懂得偷摸抢到 没有 规规矩矩 没钱买饭 那就是饿着 一天多没吃饭 他受不了啊 整过了太和宝带街 到太和宝带桥这儿 太湖旁边大酒楼 刚早晨起来没饭做 大哥在哪儿这儿一过 伙计也是多余 您吃饭呢 啊 你们这儿有饭呢 有啊 您上楼看看 好啊 你让我上楼 我就上楼 大哥子可就跟着上楼了 到楼上 一看一共两桌 书中按表 软和软臂根俩一桌 真东霞侯庭 同林一桌 这都空的呀 伙计随便一说 您随便坐吧 随便坐 您坐哪桌都成 可是这余恒 吃二魂铺吃惯了 他是下河摸鱼 他跟着大家伙 把鱼卖了以后呢 就是金饼金面 小饭铺 小饭铺 叫同桌而食 各花各账 您别看都凑的 一桌上吃饭 可是自己汇自己的钱 一桌上大都不认识 经常一桌吃饭 这是贩司走足 下等人当时讲话 就这么吃饭 过去北京在我小的时候 拼桌也是很正常的 现在似乎少 有的那很好的饭馆 卖的很好的等坐 但也很少拼桌 说这桌子十个人 这半边坐三 那半边坐五个 这种情况现在几乎很少了 我想说吃饭 要进饭馆经常拼桌 不不等的 尽量不让您等坐 因为等坐这事吧 挺别扭 等这桌也别扭 吃这桌也别扭 对不对呀 因为北京人有这毛病 不愿意瞧嘴 孩子像别家瞧嘴 大人都管你干嘛 你别瞧嘴去 看嘴这是个毛病 您说人家等坐 这儿一桌饭 没地儿我在旁边等着 这位又有毛病 好鸭去嘴 您说这吃饭受了受不了 还有那不会说话的呢 打脚一此这椅子 这儿冲外面这根 这根 你别瞎拽摇了 这老邦快完了 老头生气了 老邦现在就完了 这也有不会说话的 所以现在饭馆 等坐的也少 拼桌的更少 在我小时候来常有 不新鲜 余恒是吃这个饭吃惯了 余恒拼桌拼桌 那椅子您随便坐 有空坐他都不坐 他一看那两桌 那俩五十多岁 不好说话 这白狐老头这好说话 我坐这桌 赶镇东侠节又随和冲他一乐 他自来时候冲镇东侠一乐 镇东侠一条 他穿着跟同龄一样 拿他当同龄认识的 可是镇东侠冲他乐 他说镇东侠乐 同龄一看 他们老爷俩认识 马甩打狼两头 害怕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糊涂糊涂坐这吃一顿 一直到同龄饭 镇东侠一杂住 同龄这一说才知道 感觉谁都不认识他 把他轰那桌去了 这也错非坐的喉庭那桌 八十多岁镇东侠喉庭这么大 侠可爷能喂一顿饭 跟这傻小子打起来吗 你让我后仗我就给你后仗 可是在镇东侠跟同龄两个人 可都看出来了 别看傻小这么大个子 陈颠颠 他这 黄大的是一宗兵人 而且他走抱带出来了 他有功夫 那就是江湖人 江湖单有一路人 要装傻冲浪 被访的是高人 我们哥俩干嘛来了 我们哥俩这次是杭州震累了 暗含着太湖中山师的这要标 别这傻小子 明的是鹅吃暗含着是防我侯庭 我侯庭会你一顿电灯帐 把你叫过来 我得问问 子女一说你姓什么道什么 你就算在了 这是侯庭信了话 没想到一审 审出一师弟来 我师哥是同林 同和叶一举 用手一直窗坏小树林 同林是我师哥 侯庭这个乐呀 我这俩钱花的 海川都问明白了 这是你师弟 同林说老哥您别忙 你再说一遍 把你刚才说着再说一遍 我得听明白了 从头又说一遍 说的还是那么样 傻小子别看嘴巴 他是实心眼 怎么来怎么去 各不巧不成书 十指望老师上到明师上 他到北京找我 没想到在太湖这儿傍上了 同林哈哈大笑我 不猜我就是你师哥同林 哦 你就是同林 我说白虎老头 他没说瞎话 侯庭乐乐 没说瞎话 他就是同林 给你师哥见礼 大哥的趴在楼板上 咕噔咕噔给磕头 师哥在上 小弟于衡 给你磕头 起来起来 给那位老爷子磕头 是老爷子管我饭 扣了我的饭蛋 不是卫大的 这是我接拜的老哥哥 镇东霞 侯庭 侯老爷子 哦 老哥哥 老哥哥 软侯软臂一听干了 他随着同林叫哥哥 刚想到这儿 侯庭发话了 软侯软臂 在 还不给你师叔见礼吗 软侯软臂都五十多了 可信了这个别扭啊 那也没办法 师叔在上 我们哥俩给您见礼了 小子起来吧 本河软臂听失授了 没办法 萝卜个小长得背上 别看他岁数 我们俩小得多 他这背确实是师叔的背 还穿大 既然你们师兄弟相逢 按说 应该让你们师兄弟 好好团聚团聚 盘缓盘缓 讲述一下 老师是怎么教的他能耐 奈何你我弟兄有事 不如这样 让他先回杭州 到杭州去找 金龙标局 金龙标局 那有你二哥侯杰 让他安排傻小子 同林一听 好吧 师弟 那你就到杭州 杭州上天竺街 有一座金龙标局 到那找二侠 咱们的二哥侯杰 也就是了 那我可不去 本来到我就不认识 身上又没钱 跑过去找着你 你上哪 我上哪 啊 这个 侯庭首点 阴然一听 我们这可不是玩去 打这下的这饭庄子 说这楼上下去 告奔巴巴里 太湖湖面 找着打鱼的船 让他宰的 咱们可要进太湖 太湖中山 实在不雅于 虎穴龙潭 到那就是杀人的建厂 我带个傻小子干什么呀 稍微这么一犹豫 童林可看出来了 童林心了会儿 我老师见客门徒 我这师弟能耐怎么样 倘若要跟我这能耐差不多 这是个绑币 带着就带着吧 我说虞航 师父 你会什么呀 吃